为贴身宫女的行为是她们自身想法的外放 甄嬛未必想不到换必说的这些 但纵然心里有千般不满,万般怨恨 也不能表露出来,只能通过写字以求心境 有用与否,脖子就不知道了 甄嬛已经走入了自设的谜剧中 线下的情况不是无法改变的 只要甄嬛肯向前迈出一步,困境便可解 但现在的甄嬛所在意的 与其说是丧子之痛,更多是皇上的态度 跟皇上赌气 甄嬛引用的是班杰鱼的团善歌 虽惧惧不离善,却惧惧不离人 最后一句,弃娟妾思忠,恩情忠道绝 就是在说,她就像搁置在乡霞中的团善一样 被人遗弃,又拒生功 甄嬛不是不在意,但在意又能做什么呢 自己不痛快,但到底无权干涉别人的事 说到底,令她难受的是皇上 自己也没有心力,再因为安利文的事烦心了 好了,今天解释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辣财,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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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